想要讓小孩更願意進行技術創作 有時候改變方法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 等於推動版化創作的退休校長有望如就發現 小孩最喜歡的滾筒來進行創作 可以引起他們的幸福 每一個有原料的盤子 都有已經放不一樣的滾筒 這是用來幫助核心進行版化創作的降伏 並起傳統的方式又更引起他們的幸福 事實上滾筒也可以做出凹凸的效果 然後用這個凹凸的效果讓小孩子在玩滾筒的過程當中 他就知道凹跟凸是可以印成板化的凹凸效果 他決定板化的一個效果就是凹跟凸 所以他發現這個滾筒上面 他會有很多的紋路 然後他又可以玩色彩 所以可以變成是未來我們要印的主板的底色 所以未來假如我們印主板的時候 雖然是印黑白的顏色就只有印黑色 但是因為底色有完了這些顏色出來之後 這個板化它就會非常的豐富多元 顏色就會非常的亮麗 所以其實是給小孩子到後面他會發現 哇原來上次玩的那些色彩 最後竟然是變成板化的一部分 小孩子也可以透過不同的滾筒 不同的切菜圓料 不同的滾動方式 來變出各種度 連蝦子 針索 補索都可以好好利用 會用剪刀剪個圖形 然後圖形也可以印 或者是報紙揉成一團也可以印 做板化的時候 其實他們對滾筒都很好奇 他們都很喜歡玩滾筒 事實上做板化倒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根據小孩子喜歡的 你讓他覺得很有趣 這樣他就會喜歡做板化 然後我把報紙揉一揉 這樣知道這些技巧 就可以讓傳統的板化 變化出不同的創意 有往如改變過去傳統的更加方式 讓孩子更加願意 展現自己故事故鄉的循環 接下來本件下的林金如 泰山蔡翁報道